您师父还记得那位一睡成名的泰国磕睡小沙密隆昆南科尔吗 当年被发现时才年仅两岁半 假如你还记得他在师父讲经的课堂上 睡了东倒西歪的样子 应该就知道他这一睡有多红 在泰国修行的小沙密隆昆 这组蒙帆的照片被广为传播时才两岁半 其实他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 被父母送到了这座寺庙 学习佛法 跟住寺庙里的师父们 一同起居化缘 打坐听经老做 由于年纪太小又要早起 所以常常会在打坐的时候睡住了 其实是各个时候 目前三年过去了 小沙密隆昆又长大了一些 现在已变成一位小小帅哥 相片就在影片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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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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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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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